若有闻人 借有前世 曾作佛道 非是凡人 故人非亦可遇 不容易遇到 这些话 是叫我们珍惜缘分 遇到了 不要轻易 放过 遇到很不容易 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才遇到这么一次 这个时间非常短暂 你一下错过了 那叫真错了啊 遇到之后 欺而不舍 什么样的艰苦困难 我都咬紧牙根 度过 我一定要学会 因为 古人常说 人生在世 不如意死成八九啊 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不如意的事情啊 这人生都苦啊 遇到这样的深远 肯定有人找麻烦 愿心再出 他的障碍啊 你的 心 不坚定 愿不坚定 你受别人的干扰 你障碍 你就退性了 算了 不学了 那么你这一次的机会 就错过了 早年 我在台中求学 这种情形 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 嫉妒障碍 老师很爱护我们 老师跟我说过 他是你学讲经 你讲的不好 别人笑话你 你还无所谓 如果哪一天 你讲的比别人好 老师说 你就走投无路啊 我当时听了 莫名其妙 讲的好 怎么会走投无路 到以后 果然 果然走投无路 哪一个道场 都不收留你啊 别的真是走投无路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就是两个选择了 一个选择 讲经放弃 去学赶经参举 这个行 哪个寿庙都欢迎 不欢迎讲经的 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还俗吧 这个行业跟我没分 不干了 在这个关头当中 遇到了韩关上 韩关上是我的听众 他看到我那几天的时候 很愁 很闷 就问我有什么事情 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老师以前说过 今天我真的遇到了 所以现在考虑 路怎么走 他鼓励我 你一直要想进 家下去 没地方住 他说我家的还有房间 空房间 你住我家可不可以 我到他家里去看 他是一个独立的 花园养房 不大 是个独立的 两层楼 他们家的人口不多 他父亲两个 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在学校念书 另外一个在复兵役 家里只有一个小孩 有一个佣人 还有一个女儿 结婚了 女儿舍不得离开妈妈 跟妈妈住在一起 这么一个环境 楼上有一个花天 空到的 他问我 这可不可以住 可以布置一个小福堂 保留一个小房间 我就把他带到台中 就见李老师 我也不敢决定 见到李老师 详细情形跟李老师报告 李老师是可以 那我就住他家里去了 在他家里住了17年 不容易 他一家人有妇啊 到哪里去 奖金呢 租房子 租一个讲堂 或者借别人的办公厅 因为奖金都是晚上了 租房子 借房子 所以奖金没有固定地方 两三个月要搬一次家 也很辛苦 但是没有中断 17年 我们自己才有个道场 有个小道场 可以容纳一百五十 听金 可以摆一百五十个周围 不是很大地方 他帮助我三十年了 以后那个小道场 也是韩广长管理 我们叫图书馆 华藏十天图书馆 他做馆长 从住在家里 到我离开这个道场 整整三十年 这三十年当中呢 我就是奖金没中断 你说多难啊 如果没有这个云 在那个时候 非常可能是还俗修了 不搞这一行 因为要搞金灿佛寺的时候 那简直叫笑话了 那对老师对不起 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了那么多年 最后就赶金灿佛 这不小话了 所以 还俗的成分是绝大多数 这是韩广长 帮这么大的一个毛 这护发不容易啊 红发艰难啊 护发也不容易 没关系 还不过来 这也就会做得很重要的 这也就会让我解决了 我先的一个毛巾 这也就会让你拿出来